本节目由90玩具 Poletown Store赞助播出 有玩PTCGO的线名 可以到Poletown Store购买序号 输入代码SKYLINE 可以享5%折扣哦 Hello大家好我是天剑 经过前阵子第三层卡到了评比后 许多观众敲碗的第二层卡套评比 终于来了 第三层卡套是为了保护 较好看的第二层 而今天要介绍的第二层 都属于不用再套第三层的 也就是卡套背面本身 已经有雾面或者是磨砂的材质 Jolet卡套也大多是素色的呈现 玩家可以依据自己喜欢的颜色去做购买 另外宝可梦官方也有出自家的雾面卡套 Jolet的卡套洗起来会比较好掌握一点 洗牌跟刷牌时也较不会黏在一起 那么接下来的影片 我会以宝可梦玩家的视角 为大家评比画面上这九款的卡套 关于卡套在比赛的注意事项 大家可以点回去看看复习 这边就不多做说明了 那么这次要评比的 一共有画面上这九款 首先是宝可梦官方 反装版及日文版 所会出的这种卡套 后面的原制造商 一样都属于日本 所以我这边就没有多做日版的介绍 一包总共会有64张 价格现在我找到的 几乎都是350到450之间 黑色这个 则是国际版的雾面卡套 这款是最近推出宝可梦中心的版本 一共会有65张 那现在能找到的价格 也大多落在350到450之间 接着是这款台湾自己制造的属卡卡 一盒的话是会有65张 价格是100块 是今天介绍卡套中最便宜的 不知道等一下效果如何 再来是这一款KNC的 这一款的话国际版玩家应该都不陌生啦 上一次第三人卡套也有讲解过 是其中一个厂 这款除了它的背面是磨砂以外 它正面也是采少数的雾面材质 也就是比较滑且不会反光的 一包这样总共是80录 价格差不多200-250上下 那么颜色的话 台湾目前大多只能买到这款黑的 日本是听说它没有紫色的啦 有机会去日本的话不妨去店家看看有没有紫色的 嗯 再来是这一盒 算是晋级才登场的 TOIKEA所出产的KING'S LEAD 一样是磨砂款 一盒的话是80张 价格落在270-300之间 再来是这一款 算是玩家们第三熟悉的非官方程卡套 UG的KATANA 一盒的话里面是100张 价格落在300-350之间 再来的话是这边的这三款我调一下顺序 首先是这一款最标准的熔盾磨砂 它其实也有出更素的亮面 不过今天为求公平 全部我们只会凭雾面跟磨砂的 并不会凭亮面的 所以这边最基本是从雾面开始起跳 那么接着是这一个NUNGRY 背面是磨砂 然后它的正面是雾面的 主打比较不会反光 那这款我是有听些朋友说 好像已经偏停产了 目前玩家属能够买到的 应该都是店家谨慎的库存啦 不过量还是有 所以一样都并入这次的介绍里面 那最后则是这一个 也是熔盾的是DUO系列 它是背面磨砂 然后正面的话是黑色的 主打你可以选一些颜色更淡更美的 且并不会透出我们宝可梦卡牌的卡背 价格的话是300-350 350-400 400-420 那首先我们来呈现第一个装套后的比较 首先我们看到两款的雾面卡套 这两款雾面的材质在背面摸起来 是差不多的 较特别的是国际版的雾面 它里面是做这种镜面 有点像铝箔的感觉 反中版跟日版这种 里面则是跟原本卡套的颜色一样 不太确定是不是每一款国际版的雾面卡套 都是做这种铝箔的设计 雾面的看完了接着我们来看到磨砂的部分 每一家磨砂其实出的都会有点不太一样 目前这上面扣掉龙盾自家大致有分成四种 它的磨砂较出 请较不明显的是K&C 还有KATANA 这两款的磨砂材质是比较接近的 属卡卡的磨砂则是里面最细的 就是非常的绵密那一种 快接近雾面那种感觉 King的这一款 它的磨砂比较偏粒粒分明那种感觉啦 就是你可以看到明显的颗粒状 它的磨砂密集度便没有这么的密 最常见的龙盾 它跟King这款卡套比起来 密集度就是最密的 不过它们颗粒是差不多粗的 那么龙盾的三款套起来 里面会是这个感觉 Nungary就是雾面的 Dill就是里面是黑的 那一般的磨砂就是比较偏阳春的啦 另外讲的就是龙盾的这三款 它的卡套在尺寸标记上 它是以A内装能装露的尺寸标记 那我自己在比较之后 得到的尺寸是66x93 给大家参考 然后接着是比较两款 右手边这个黑色的是KMC 左手边的这一个是龙盾Nungary 这两款的正面都是有在做霧面 避免反光的 比较起来的话 KMC的霧面会霧的比较严重一点点 龙盾的能见度则是比较高 接着讲到长短的问题 这九款卡套我都在把它套低层 那我所装的是这一款 就是我最常使用的低层透明套 它是65x99 也是一般卡牌店 如果你刚才讲说你要买低层套 它大多数都会拿给你这个啦 那么其中有三款是 国际版官方 然后KMC 还有King 它们的长度就相对比较短一点点 如果套上低层透明套的话 会有点感觉快跑出来啦 所以如果你想要用这三款的卡套 我自己是不太建议再去套低层 不然就是你要去特别挑选 比较短的低层 或者是侧差那一种 那除了这三种 其他六款你要再套低层 它的长度都是算舒适的 好的 那我们接着 把60张套完的卡套聚集在一起 光套完这些 老实讲就花我差不多两个小时 完全错估这个拍片的时长 好的 那在厚度上 像我刚刚实压全部的九款 厚度其实没有差太大 所以这边就不另外比较 然后第二层的长度 最长的龙盾 也是能够很顺利的装上我们市售的卡盒 接着是要测洗牌的体感 侧面切工的话给大家看一下 每一款的侧面切工 每一款的侧面切工 其实我都觉得在合理的范围内 这一款是属卡卡的 就是说卡套里面最便宜的 这边我拍不拍的出来 这边有其中一个 可以很明显看得出来 它的侧面切片是跟其他59张是不一样的 这样子的存在其实在比赛上 会尽量去避免啦 包含它的另外一边 感觉都有一两张是有这个问题 通常卡套出厂 难免会有一两张是切片不合格的 但它相对能更换的只有五张 所以风险还是比较大一点点 不过它最大的优点就是便宜 然后KMC的切片其实没有到相当的俐落 但是它在侧面并不会明显看到 有一两张是特别不一样的 还行 听这一款 特面切片就是一样 没有到这么俐落 但是也不会特别的不一样 特别不一样是大忌啦 然后卡套娜的切片就蛮俐落的 龙盾的话也是 龙盾每一款都是切片蛮干净蛮俐落的啦 比较不会有特别不一样的问题 整体上有出现特别不一样的是 这个鼠滑卡 不过我觉得它的CP值也是蛮高的 这一款的话可能不建议拿来打比赛 但是你要练牌 我觉得是相当可以的 因为它一百块就65张 而且颜色还蛮多的 首先是我们 繁中版的繁房卡套 这样子切OK 側插 雾面虽然没有磨砂来的切得这么顺啊 不过它跟亮面比起来是顺相当多了 再来换国际版的 它在正面的材质摩擦力感觉比较大一点点 就是我们側插完 要把它收进去的时候 相对而言会比较那么卡一点点点 不过这个顺畅度 还是跟一般亮面的卡套比起来好太多了 再来是属卡卡 也不错 没什么大碍 这次感觉要平的太多了 会不会比较起来 其实没什么差别啊 这个是KMC 对不对 这个因为一边是雾面的关系 它要把它这样收起来的速度相对滑顺许多啦 比起一般正面是亮面的话 猫咪的King 收合起来 不知道是它颗粒关系 感觉比较绵密 然后再来是KATANA KATANA卡套在正面的摩擦力 有点接近于国际版这一块 就是偏比较有点摩擦力大一点点的 所以它在收合起来 你会发现被黏住的感觉 接着是我们一般龙盾的磨砂 自己最习惯的卡套 就刷起来蛮顺的 然后这一款龙盾的霧面就是Nungary 跟KMC一样 就是正面是霧面的 所以它看来在收合起来的速度非常快啊 没有什么太多K的问题 你看我这样弄 压一下就进去了 最后是这一款Dior的 跟龙盾原版洗起来的感觉差不多 再来就是最后的刷牌啦 每一款卡套我都拿个七张 就是宝可梦奇丑的手牌数量 哇官方霧面的其实品质不错耶 国际版的霧面也还行 不过没有日版霧面刷的这么顺 我觉得属卡卡它的背面其实偏霧面 要讲它磨砂好像也不是 就是它是一个偏磨砂跟霧面之间的 那种感觉 这边老实跟大家讲 KMC是所有卡套里面 如果想要刷牌速度很快的话 是可以刷得最快的 第一是它的尺寸比较偏小一点点 然后它除了背面是磨砂以外 它的正面又是霧面的 所以相调之下它刷牌速度会很快 再来是Toyogia的King 这一款它感觉在材质上有比较厚实一点 所以你刷起来 它就是你最后的啪一声你会比较大声的感觉 我也不知道怎么讲 因为每个人刷牌的习惯不同 大家可能从这个刷牌的片段去慢慢体会吧 我也只能从口中大概讲出我的感想 它哪 它因为背面的磨砂跟KMC 有点像的关系 刷起来的感觉也会跟KMC有点像 但是不会到KMC这么快 然后龙盾 龙盾跟King比起来 King真的它在材质上感觉比较厚实一点 虽然整体压下去的厚度差不多 我相信在荧幕前的观众朋友 也听不懂我在讲什么 就是我尽量表达 龙盾Longering 刷起来也是很顺 不过由于它的尺寸比较大的关系 所以不会到KMC来的这么迅速 龙盾的Deal 刷起来跟原本的龙盾感觉差不多 好 那接着我来讲一些观察到的小状况了 Katana跟KMC这两款就是 背面磨砂材质上 偏不规则粗颗的那种感觉 我不知道反光看不看得到 这边可以明显看得出来 这卡套上有一个凸点 那这张卡套照理讲 在比赛中也不能用 你必须从同一包里面去找到 比较不会有这个突出问题的卡套啦 我看一下其他的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好了 像他另外这一张在这个位置 一两个地方是比较突起来的 我自己啦 我自己是选手 我会尽量避免我所选用的卡套 有这样子的情况发生 如果你买其实也别担心 你就是稍微看一下 检查一下就好 KMC的话 这边也多少会有这个现象发生 这可能是他的磨砂颗粒比较大的关系 所导致做工的误差 再来就是这两款霧面 就是KMC的跟龙盾的 他们由于正面的材质是霧面的关系 整体的卡套你会给人家比较偏软一点点的感觉 那么这一点也确实反映在你可能用久之后 你的边边角角会比较容易溜起来啦 我这边自己手动凹一张好不好 霧面的用久之后他会比较有这种感觉 那这个是我自己手动去凹的啦 包含KMC也会蛮容易有这种情况的 我以前有一阵子比赛的时候都是使用KMC 大概平均一场大赛 可能类似十轮左右 你就必须换一个卡套 偏算是一次性的比赛卡套 你可能打到类似第五第六轮 就会中途有换掉一两张卡套啦 不过他的张数有80张 我觉得算是一个不错的数字 那么最后来做一个性价比的总结 这边做一个分界点好了 就是你适合拿去比赛 跟适合你平常练牌的卡套 官方这两款霧面啊 我自己是不太敢拿去打那种 比较竞争性的比赛 像TL或是RL 第一点是他们只有64张65张 然后虽然霧面本身也比较不会有磨损的问题 但可能还是偏休闲的卡套 然后属卡卡我也会比较偏平常练牌的卡套 其中一点也是他只有65张 要更换的话还是有难易度的 然后KNC的话刚刚有提过 比较偏一次性大赛的 现在虽然其实每次大赛 为了保险底线 我都还是全部换新的卡套啦 但是KNC的消耗程度 我觉得算比较偏大一点点啦 这卡套可能拿去打很大的比赛 可能练牌一个月左右就会换了 偏消耗性的卡套 以200块有80张而言 我觉得是相当不错的 剩下的这边这五款 是我觉得拿去打比赛之后 你还可以持续练牌好一阵子的卡套 就是相对耐用度会比较高一点点的啦 如果要说耐用度比较不优的话 就是这一款龙盾Naguri 因为它霧面材质还是比较偏软一点点 透出卡塔娜会有一点点问题 但它又有100张评比的款项有点多 不知道这样子评有沒有帮助到大家 大家可以从我的体感 还有一些讲出来的小细节去选择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告一段落 那你有觉得这些介绍有落掉什么吗 可以在底下留言讨论 或者是你自己又拼爱哪一种卡套呢 也都可以留言告诉我哦 喜欢影片的话可以帮我按赞拜托 新观众也记得订阅支持哦 我们下次再见啦